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好像不能接受 其实爸爸他很喜欢看书 所以到这个阶段 他其实我相信他对生命 会有另外一种看法 他可能觉得说 人说不定该走的时候就该走 我何必为了说要拖延这个段时间 而去剥夺了我身为一个人的乐趣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事 美好岁月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主题 人生无常 那么在林家也看到了 这个父亲生病 其实是很快速的恶化 当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请到本赞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欢迎的是雅慧师姐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来欢迎的是 剧中就是饰演英居的妈妈 我们欢迎张倩 主持人好 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林宏祥 主持人好 师姐好 张倩好 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爸爸在生病前 好像比较不会跟小孩子 谈到他自己身体哪边不舒服 对不对 对 嗯 我想演到这一段的时候 会发现说 这个爸爸其实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顽皮 对不对 明明就知道身体不太好 可能要忌口 儿子每天回来这样耳提灭命 连水果都要稍微的节制一下 这个爸爸其实这个时候还蛮有个性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爸爸他很喜欢看书 所以到这个阶段 他其实我相信他对生命 会有另外一种看法 他可能觉得说 人说不定该走的时候就该走 我何必为了说要拖延这个段时间 而去care说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这样反而剥夺了我身为一个人的乐趣 我当时是用这种心态去诠释这个角色的 所以你觉得爸爸也是有这样子觉得 把握当下享受人生 让自己的生活 其实不要过得那么辛苦吗 有 有那种感觉 爸爸在生病之后 有没有曾经跟你聊过天 谈到他自己的人生观 他自己想大概是活不久了 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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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这个剧中 这个爸爸可能突然间昏迷 要送到医院去 其实这个太太是有相当担忧跟恐慌的 她当然是担忧 因为在这个过程其实 之前就已经开始有那个什么脚 比较肿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原因 他也知道他背地里都会偷偷的 会吃点甜食啊什么的 也都知道 只是说看在眼里 可是当真的面临到在眼前的时候 其实他是知道的 只是不愿意 总是不舍 因为那么老伴嘛 那么长久的时间 默契都已经很好了 对啊 你要说知道 这不管如何他们在玩什么小游戏 那也是他们的默契 他们觉得好玩就好了 那以后连玩游戏的人都没有 多孤单寂寞 就真的生命就缺了一脚了 对不对 觉得生活当中少了一个可以对话 可以依靠的伴 师姐其实 爸爸这个突然昏倒 这个病算来得很急很快 对你们一家子的人来讲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应对的方式 碰到这种就是 面临死亡的边缘的那种事情 就等于是说在我们邻家 就第一次 大家都好像不能接受 怎么这么快 怎么突然 就这样子会走吗 还记得妈妈当时候的心情吗 妈妈她 她也是想得开 因为她 她觉得她是这样 在活 恐怕也难救 因为她有糖尿病 肾衰竭 很多 心脏也没有 反正那个器官 都好像不好 所以妈妈其实是 对于爸爸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她是有心理准备的 她可能是她从小就很独立 所以她并不会很特别说 表现出来说 很难过 不舍 完全没有 她觉得说 她半年的角色就是说 该该怎么样做 就是怎么样做 她没有 没有很特别的 或者说哭啦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很消极的 那英居呢 英居其实我们戏中看到 其实她跟爸爸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段的这个深谈 那爸爸是把这个 他自己这个生死自在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有跟英居讲 其实那一段对我来讲 已经是有点像交代后世的感觉 其实这段台词 我觉得任何人演来 可能都会自己有一些感触 你会不会从这一段台词当中 也让自己有一些看待生死观的想法 其实在演这一段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对爸爸这个角色已经 已经非常已经融入了 所以我觉得跟沈士风演这一段的时候 是完全以爸爸的那种心情去跟她讲 我希望对 虽然这有点像交代后世 但我希望是在一种 好像小时候跟她讲事情那种方式一样 而不需要带着那种任何哀伤的那种心情 来讲这件事情 师姐我想请问你 因为其实这个当中面对于家里头 可能爸爸生病啊 刚好是碰到英居要去参加一场很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对不对 后来啊 在这个训练棒球队的那个过程 他会跟你分享到什么吗 棒球队喔 他很得意啊 当然他很得意 他的梦嘛 可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英居师兄他在训练这个很多的棒球国手出来之后 其实他是很低调的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不放心啦 对 明朗尔所不放心 我们有时候再查一下他的名字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棒球史上留什么名 其实很很少看到他的资料对不对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部分跟爸爸妈妈给你们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有啊 爸爸灌输的教育就是这个啊 就是说不用方形啦 凡事就是脚踏实地 对对对 安安稳稳的 对对 张欣 其实喔 你在看待林家他们的教育 对你来讲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动吗 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我自己其实本来就是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凭借 我们就像姐妹一样的这种互动 那这个戏是让我更扎实地是觉得说一个家庭的和乐 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很棒的就是一个家庭和乐 我一直觉得这个男主人非常的重要 你今天男主人要有肩膀 你今天男主人还要有他的温柔 你说一昧的吃大男人没有那个温柔 我想可能也 你只是要一方去忍耐某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让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很清楚那种跟什么叫夫妻 然后什么叫跟孩子 然后的那份爱跟相信 我觉得对我个人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跟更确定 其实我们常常都觉得说父母亲对于孩子最大的期望 希望他可以出人头地 如果可以光宗耀祖 那更是觉得无上的光荣 压力好大 其实就是快乐要做自己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我虽然一直告诉孩子做事情就是尽力就好 可是当他在这个尽力又可以比这个标准又更高的时候 那个父母亲的喜悦难以形容 而且是一种骄傲 一种我也好想告诉他我的儿子比我期待的还要更好 对不对 其实英居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跟标准 可是他会记得爸爸告诉他的 我们就是尽力做好本分事 因此他在自己的事业也好 或者是很义务的去指导棒球也好 其实也因为接触了此季 他有更大的宏愿要去 要在花东地区做更多的事情 对不对 他未来的路会怎么样去尽力呢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美好岁月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回客室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esma Virgin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